木柵動物園大貓熊團團 病情惡化 外科醫師出身的台北市長柯文哲 由醫學角度解釋病情 只不過 電腦誕生的片子 這個講貓熊的病情算不算 泄漏各自 動物也是有隱私的 但話雖這樣說 前一天北市府還是向陸委會 農委會等主管機關申請 邀請大陸專家來台 不是我們需要帶來看那隻貓熊 我覺得醫療上面沒有問題 但是送出單位會覺得說 他好像嫁出去的媳婦 大家會去看一看 快要掛掉 大家來看 我說那好吧 隨便 與其說是搶救團團大作戰 倒不如說是基於感情上的羈絆 只是北市府提出申請後 農委會已允諾最短時間完成審核 重點還是陸委會態度如何 如果有任何的需求 我相信農委會跟陸委會 絕對會盡力來做這樣的一個協助 台北市政府在第一時間 跟農委會聯繫之後 我們立即的同意 生死攸關大陸專家要來 行政部會接力允諾 絕不會擋 欄尾則解釋 這是兩岸破冰跡象 所以說救命要緊但跟兩岸破冰無關 臺北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